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馬克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車款不是新車 但是我覺得它的車礦簡直跟新車一樣 身為一個老兵愛好者的我 其實今天是用粉絲的角度來帶各位看這台古董老兵 這台280S是經過車主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赤資超過前晚送回國外整理之後 再送回台灣 才擁有如此完美的車礦 那坦白說他誕生的年代 我並不熟悉 所以我們今天找來一位 同樣是在七年代出生 然後堪稱車檔活字連的戴薩克學長 來一起跟我們介紹這台新車 為什麼講到70年代就要想到我們 你不是79年出生了嗎 79年也是已經接近80年 都是70年代 四成五如其實是80年代 那它是你試過看過最老的新車嗎 其實我有試過在更老的車 有在看更老的 對啊 其實這台車因為它生產是1970年代 可是它其實最早在發表的時候是60年代 初期是在60年尾 車子已經來了 那我們就好好來研究這台車吧 趕快看一下 你今天是不是有刻意搭配這台車的服裝 其實 我通常那種 為人都很低調 我買車也不會跟大家講 你是說說這台車跟你有關係嗎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才試過全新的 S-Class 因為今年剛大改款 對今年剛大改款 那這一台呢 其實它在誕生的時候還不叫 S-Class 因為像賓士它都有一個原廠型號 這也是W108 然後這個很特別的是W108之前 它的上一代叫W111 它並不是說就是按照數字順序下來 沒有照大小 對 不過S-Class是到它的下一代 叫做W116 那時候才有車名詞裡面 才有出現就S-Class這個正式的名稱 我覺得這段歷史太複雜了 我等文章再來跟大家好好解釋 因為其實我第一台認識的S-Class 已經是從W126開始 你要想126之後是140 後來202122到現在223 你看這一台已經是 我阿公的阿公已經好幾倍以前 因為我真的第一時間聽到車主 花超過千萬去整理這台車 聽起來非常的誇張 但是我看到死車之後才發現 其實感覺是有它這個價值存在 幾乎看到每一個板件 都跟新車一模一樣 這真的很誇張 像我以前去過 就是他們在士路加特的賓士博物館 它在一樓有一區就是專門 它在販售就是原廠整理好 就是全新的 也不是全新就是翻修好的古董車 不過歷史其實沒有像這台那麼的老 沒那麼老 對大概就是1901 那個世代W124 大概就是80年代那個時候 90年代叫當年 對因為那個時候的車 如果你翻新好 其實上路譬如說安全配備 或是它的一些規格 或是它的動力 其實還是符合現在 就是上路行駛的條件 60年代 70年代之前 這個真的就是說要車主很有愛 你要找到這些零件 而且要維持的那麼好 或是要去翻新的話 其實這真的相當不容易 學長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去詢問過車主 它其實在整體的過程中 它很多板件 包括這些鍍鉻飾條 膠條 其實現在不見得會有庫存的新品 尤其是膠條的部分 就算你找到新品好了 它可能已經放了四五年 已經不能用了 所以它基本上不能用的地方 都是全新重新打造 你可以看到它的大燈框 然後水漿護照 跟它的錢包桿 要嘛不是就是庫存新品 要不然就是它用手工打造出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整理的價格 應該有很大的部分 是來自於就是工錢 這一塊 而且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這台車它的設計 因為我們已經看習慣 現在的車就是越做越流線 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整個家族化 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色 可是像這個時候 我可以說這種 1960年代到70年代 可以說是汽車設計史上 我覺得最輝煌的一刻 因為每台車的特色都非常的鮮明 對尤其我剛不是說它的上一代W111 W11它最有特色 就是它那個車尾 有兩個像那種火箭推出 對 因為那個其實那60年代 就是那種 美國跟那時候的蘇聯 是那種太空競賽時代 很多老式的美國車 其實都是同樣的車尾設計 對 那這台車其實 它雖然沒有像W11那麼誇張 可是我們可以看很多地方 還是保留那個線條 你看這個圓形 紫立式的頭燈 雖然那個時候的德國車 我們都覺得說 好那就是方方正正 你要說車子的那種誇張造型 或高調的樣子 是美國車子比較高調 可是這台車誕生的時候 已經打破就是那時候 人們對於說德國車 這種方正的這種印象 整體的設計 你就覺得說 這個讓你演示意料 對呀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 它這種鍍鉻的鐵圈 而且你還可以發覺說 真的很有心 其實這個輪胎 它是老車專用胎 可是它是全新生產 對呀 現在可以找這台 應該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其實像這些 譬如說米其林 或是普吉松 這些比較大品牌的輪胎品牌 它們到現在還有 專門針對這種經典車生產 全新的輪胎 我剛剛最喜歡的就是它這個 我覺得現在唯一新車 可能還看得到這個 就是按鈕式的開關門 應該是在 G-Class可能有保留 對 G-Class 對 現在全新的又換成 那個T-Less 對呀 都沒有這種鑰匙桶的 而且它開關門真的非常的 噢 這聲音聽起來 老兵就是很爽 對啊 真的 這完全就是我們印象中 就是那種 傳統幣式會有的紮實的關門聲 然後再來是車尾 其實車尾跟車頭一樣 基本上所有的零件都是新的 那S-Class它的原文是怎麼來的 我記得它的S好像是來自於 就是Special的意思 它德文叫做Sunderclass 它其實翻成英文就是Special 對對對 那Special的話 對於說這個車 它就是等於說是旗艦的一個地位 就是非常特殊這樣子 對啊 可是其實呢 我覺得在它的之前 W11之前 其實那時候的車名 已經後面車尾有多一個S 喔 有沒有發現 雖然不叫做S-Class 可是其實那時候車名 已經有開始出現 就是S的這個元素 我記得早期的賓士 其實到90年代 都習慣把型號放在後面 對 到了後來就是車型越來越多 包含C、E、S這些 香氣出來以後 所以才把這些車 英文字母放在前面 然後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車系裡面 它這些車型的等級 化分 而且我覺得 這個年代的車看起來 會這麼有特色 是因為那時候的車系其實不多 沒有像現在 可能隨便數都十幾個系列 所以它每一款的外觀 才會這麼有特色 的確如此 兩位 居主今天不在 然後他們說今天可以開車 真的嗎 你誰想開 嗯 小小小先 我們就上車 好 太棒了 了 哦 學長 這個內裝真的是滿滿的年代感 我真的相當喜歡這種比較 那種很有復古風 其實也不能說復古風 它本來就是一個經典老車 因為我是1987年出生嘛 所以其實我接觸到的都是90年那台賓士 我真的沒有接觸到這麼老的賓士 所以這個裡面真的是 滿多東西都是讓我超乎想像的 當然你以現在的一些標準來看這台車 你會覺得說好像就是 它的功能就是基本而已 因為我們剛才也是玩一下 就是收音機啊 然後空調 煙灰缸這些 可是呢 我們不要說它配備的內容 而是說它的整個設計 然後它的那個精緻度 絕對是當年的豪華期間 這我覺得完全就是不用置疑 你看它這個木頭 它這個真的是用原木做的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麼老的賓士 可是其實我接觸過別人的牌子 就是同樣年代的車款 根本就沒有這些就是木質飾板 鍍鉻飾條這些東西 而且它是連門框這邊 都有一道木質的飾板 我覺得這個很扯 覺得就是也是不得不佩服 就是當初它翻修的這些過程 其實你要把一台這樣50年的車 把它弄得跟這個新車一模一樣 對 我這真的要花很大的功夫 這個我聽說車主那時候 其實原本有試圖找過 就是台灣賓士來幫忙 可是好像沒辦法那麼完整 去翻新這台車 所以它後來直接送去Brabus 它有經典車部門這樣子 因為Brabus其實我們比較認識 都是它改裝新的賓士 或是做比較性能車 對 結果它現在有一個Brabus Classic 就是六星級的翻新的整理 然後車主就是把它送去德國原廠 整理過後才送回來 對啊 花了一年的時間 真的超級有愛的 我沒想到 新年代的賓士已經有四門電動床 對啊 這真的很誇張 有些配備它其實是後來在 就是依照車主的需求 然後再去改裝 因為我覺得它的中央扶手 跟頭整應該都後來加的 對啊 還有就是其實這個內裝的顏色 聽說這台車原本內裝不是黑色 原本是紅色 紅色跟外觀搭配的 對 然後外觀也不是那麼的鮮紅色 它是很暗的暗紅色 不過我覺得它現在這個車色 搭配這樣內裝 它有這個木紋的感覺 很棒啊 對尤其我覺得 其實這個白色的方向盤 跟這個排檔頭 其實我家裡有一個 跟這個一模一樣 排檔頭的93 我在那個賓士博物館買 喔你有買到那個 其實它一組有 我記得好像四個還是幾個 然後它就是各個年代 賓士的排檔頭的造型 我會認識這台車 其實是我那時候 去賓士博物館的紀念品區 我買來的一筆18的模型 就是這台 就是這台車 對 然後我覺得它很多的設計 其實都是從 青年代開始延續到 90年代的賓士 其實都還看得到 包括這個Baker的音響 對啊 因為我自己車上也是Baker的 電動窗的那個 按鍵是設計在中間 然後像是它的雙環儀表 後來的89年代賓士 都還看得到 你知道其實在W108 對 你看它手排嘛 它排檔坐在 排檔在這裡 對 在之前W11 它的手排是在方向基礎上 就已經是基礎上了 對在基礎上 哦 它後來108又把它改成 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然後再到現在更新的賓士 也是在基礎上 對啊 那你覺得開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開起來這個 我覺得它就是以舒適性為主 對 因為你看這個方向盤那麼大 基本上不太可能讓你說 轉向多麼的犀利或幹嘛 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越開越有一種 就是那種時代的情懷 那個時候呢 它S-Class 並沒有說到現在就越來越長 然後越來越重視 就是那種後座的一些配備 對 對啊 所以說 像這個方向盤 其實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那種細細的方向盤 是讓那種就是司機啊 你如果戴手套 戴手套比較好握 比較好轉的 這種設計 才做這種細細的方向盤 而且我覺得它的轉向比例 轉起來是很緩和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非常的 怎麼講 就是一動之後 車身會有跟著很大的幅度的變動 對於車身的那個舒適性 其實幫助蠻強的 而且我覺得這椅子 剛才我在外面看這椅子厚厚的 對 原本想說它會不會就是 跟沙發一樣坐下去 就是這種整個線下的 其實它的支撐性很好 可是它還是有像以前那種老兵士 對啊 下面有彈簧 我覺得很好玩 包含說它的這種 懸吊的設計 還有它這個椅子 讓你就坐著還蠻舒服 可是我覺得它在車 就算經過了50年 你不覺得還是有 開路上還是有 就是那種旗艦車款的那種 傲氣跟那種霸氣的感覺 對啊 尤其是這種車頭力標 對啊 現在的冰室都很難看得到 就是要有車頭力標 這看起來真的爽度非常的高 而且剛才你有沒有發現說 它那個車的力標 下面還做一個 就是那種 有點像水箱蓋的那種造型 對 我很好奇那個是 造型會是什麼東西 剛才我引擎蓋打開 其實它就是 只是一個設計 一個裝飾 對 因為早期的車其實 其實它那個水箱罩 上面就是有一個蓋子 就是給你添加水箱水用 直接從那邊加水箱水 對啊 哇賽 希望不愧是火智點 對 嘿嘿嘿嘿 嘿學長 現在換我來開一下 好開嗎 真的 還沒有碰過青年代的B104 好興奮喔 手拍 欸成功 對了 別抖 不是啦 這台車有點貴 我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它的行路感覺 跟現在的新車 真的完全是兩回事 它很軟 然後它的 我覺得它 它有一部分的差異是來自於它那個輪胎平米比很厚 我記得是14吋而已 其實以前其實即使像性能車 輪胎也是大概15吋而已 對啊 我記得早期你提過嘛 E34的M5跟我那個那台124的511 其實最一開始都是15 16而已 對啊 這台是280S嘛 對啊 我記得它是2.8-6 然後它的最大馬力大概140匹左右 然後扭力好像20左右 所以其實跟現在的大概1.5T 甚至1.0天行其實差不多而已 140匹大概就是跟那個 就是1.8自然進氣的差不多 對啊 當初這個W08它最頂規有6.3V8的引擎 其實看它前面那麼坦白 是要塞V8完全不是問題 對啊 有時代的賓士其實那個油門的反應 但是它的那個行程有點像 就是前半段其實 比較空對不對 對比較空 它大概到了一個階段的話 它這個動力踩有比較出爛的感覺 我後來發現是我剛剛其實 一開始不開始敢用力踩 我發現深踩之後才知道 這車其實動力 還是可以 對 而且很線性 對啊 而且這台車就這樣整理之後 其實上路也是完全沒問題 這車開在路上其實 我相信細心程度完全不亞於超跑 甚至你開在東區 可能大家法醫搞不好看膩了 都看這台車 呵呵呵 對啊 昨天去東京逛街 法醫又看了三四台 學長其實今天在試這台車之前 我一直有個想法 就是包含我以前接觸過 開過我舅舅的W126 到我現在自己開124 我覺得它的狀況 不管是整理的再好 其實我都很好奇說 到底這些車 當年新車開起來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感覺 那我今天我覺得算是圓的一個夢 因為這台280S 其實在全部的翻新之後 它的狀態其實根本就跟新車一模一樣 之前我參加過一些就是汽車品 舉辦的一些活動 海外試駕 對 海外試駕 那當時他們也曾經就是說 把這種博物館收藏期的這種經典車 就是提供給媒體 我們就是可以試駕一下 這麼大方 對 那其實你說那種70、80年代 大部分以這幾個年代的經典車比較多 對 那我也可以講說 這些車其實開起來 跟你現在所接觸的新車 其實還是有一段距離在的 一定的 因為畢竟差了四、五十年 對 因為當初其實車子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說在這種670年代 所謂你說撐得上那種高性能車款的車 其實並不多 那當時這個車 它可以說是譬如說你一個身份地位的象徵 或者是說就是它就是一個給你代步 就是讓你可以取代 譬如說大眾運輸工具 或是其他運輸工具的 一個就是個人的運輸工具 所以當初它的設計是這樣子 它是給你一個那種品味高質感的車款 而不是說就是要開起來像那種人車一體 或是高性能的那種感覺 其實當初的目的很單純 對 而且定位很明確 的確是這樣 可能早期的911就是跑車 然後早期的再來S-Class就是舒服地位 然後旗艦的身份這樣子 對啊 你就可以想像要開這台 就是穿這樣全套西裝燕尾服 就像你現在這樣 沒有 我還沒有到燕尾服 我覺得這樣 不過這個就是你會覺得說 就是這樣子然後開這台車 好像就是可以徹底展現你這種 品味的一個象徵 真的 這真的很不容易 雖然車主今天沒有辦法現身說法 有點可惜 但是我非常感謝他 就是願意借這台280S 就是提供我們今天作為試駕 我覺得現在就是老車的文化 在這一兩年台灣其實有越來越興盛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就算大家喜歡老車 可是你不見得有能力 就是購入一件老車 甚至把它整理成這個狀態 但是你可以透過去網路上參加一些活動啊 去現場看到這些老車 然後或許還有機會跟車主聊聊 也是會這個很棒的體驗 對啊 所以說如果各位家長 你家的小朋友就是開始對這老車有興趣的話 請多多支持他 真的 喜歡老車的孩子不會變壞的 的確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 那當然我們之後呢 有更多就是相關的題材 我們也會持續帶來大家就是相關的報導 最後面也別忘了就是訂閱 按讚 分享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拜拜 你們就這不錯 нам有這種аний 這麼好 我們快點開 Might 來 ряд 我們過來 我們大家回去幫我們 我們走吧 我們就不收他們